三哥哥去了这么久 怎么还不回来呀 喂 你们俩倒是说句话呀 三哥哥 恭喜三哥哥当上了皇上了 以后啊 要叫你皇上哥哥了 聚中曹尹叩见皇上 皇上极笑 行了行了 你们怎么也给我来这套 你们怎么也给我来这套 皇上 您应该自称朕 是朕吗 皇阿玛在世的时候 只要一说朕 面对的 必定是那些唯唯诺诺 鱷鱼奉承的人 而他也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 他一说我 连那冷冰冰的前清宫 也显得暖和了 你们也要朕 要我 去做那冷冰冰的人吗 而你们 也要做那唯唯诺诺 鱷鱼奉承的人吗 皇上 所以 你们不要让我自称朕 你们不要对我鼎鼎膜拜 可是 您和以前的你不一样了 正因为如此 我才更加需要你们 你们对我真心 对我讲真话 有你们进宫全都不用通传 我只希望 你们都和以前一样 放心吧三哥 放心吧皇上哥哥 我们一定会真心实意地对你 就像从前一样 曹寅只会跟皇上说真话 以前怎么样 现在就怎么样 以后 也还一样 好兄弟 你是我最好的兄弟 不离不弃 奴才叩见太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极下 果然懂得讨人欢心 难怪大型皇帝最宠信你 起来吧 谢太皇太后 大型皇帝曾经说过 在宫里众多的奴才当中 你侍候他是最贴心的 能够侍候先帝 是奴才百辈子千辈子修来的福气 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情 就应该有一个好结果 我赐你为内务府总管 令赐黄金千粮 谢太皇太后 奴才能够侍候主子 是奴才的福分 奴才哪敢贪图什么赏赐 奴才只盼 能永远侍候主子 难得 你有这份忠心哪 好 我成全你 随你所愿 命你继续侍候大型皇帝 直至世世代代 永远 永远 奴才 怎么 嫌我赏赐的 不够吗 奴才求太皇太后开恩哪 吴公公 做了一辈子的奴才 连开恩和谢恩都分不清了吗 谢太皇太后恩典 我自己做了一辈子的奴才能够 你也措手不及 功亏一篑 我说苏大人 你又何必长驱短叹 现在你名列赐福 拥有诸批之权 正所谓是位极人臣呢 王爷 昨夜确实骑虎难下呀 不仅是在下 就连所大人 欧大人 不也一筹卧战吗 老佛爷手段高明 康王爷也是早有领教吧 苏大人 您也没必要紧张 本王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 你也不用在意 大型皇帝 本来是要传位给本王的 也许他后来改变了初衷 传位给了三二个 算了 国不可一日无君 谁当不知当 从今以后 咱们只要尽心尽力 扶住新地 保住大清江山 代代长存便是了 至于这个嘛 以后就不要再提了 苏大人 你再下看 王爷的定论 未免下得太早了点 王爷 宫里传来消息 吴良府吴公公自意身亡了 怎么会是这样 说是太皇太后 要她世世代代伺候大型皇帝 老夫一谈 嗯 知道了 那奴才告退了 难道 慈宁公已经知道 吴良府和咱们的关系了 苏大人 这件事 你也没必要担心 既然 吴良府已死 这件事呢 就成了无头案 就让它随风飘散吧 总之 我们以后要以大清社稷为重 专心地扶住新地便是 主少国仪 今后 害怕要出大乱子呀 咱们这位小皇帝 素来桀骜不驯 要他乖乖地坐在龙椅上 规规矩矩地当个皇上 只怕也没那么容易 皇上我行我素 要是以他的好物来处理朝政 天下早晚要出大乱子 可是像他这么一个小孩子 担当如此重了责任 也难为他了 王爷请放心 小孩子要是担当不起来 就让大人们来干吧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都平身吧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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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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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朝政却有四府臣执掌 江南身今狂妄自大 拖欠钱粮 这就是图谋不轨 理当问罪 即便是拖欠钱粮 也不一定就是图谋不轨 郝大人说话要有证据 朝廷广开言路 江南世子议论朝政 应该是好事情啊 那这样吧 着浙江巡抚朱昌作彻查此案 可扣钱粮当罚 议论朝政可恕 如果是图谋不轨 就当中 这奏销案涉及江南身今 一万三千余人 秀才举人纷纷赤阁 边谱纷纷 医馆扫地 衙衣已有二百四十余人革职 这确实是自使皇帝对读书人 焚书坑儒后最大的祸害 现在 各地方衙门政务无人主事 照此下去 地方将难以治理 有什么难以治理的 不听话的 就格杀勿论 我看哪个敢不服服帖帖的 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拒之 我们总不能靠强权政治 治理天下吗 安亲王说得虽然有理 可是 敖大人的意思 也并不是要滥杀无辜 而是该杀的人才杀 当然了 这该杀的人是必然要杀的 然后我从来 《冷暴》 继续 《冷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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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月乐呀 好歹你也是个亲王 也算是荣尽天下了 怎么老是愁眉不展的 回老佛爷 月乐愁不是愁自己 而是愁天下 有这么严重 那你就说说看 义政王大臣一事 每次都是不欢而散 臣谋其政 天下得志 臣谋其权天下得乱 月乐担心早晚会出事啊 没关系 没关系 老佛爷 月乐 这是明前的尸丰龙井 味道格外的香 来 过来 你来品品 也正好给你消消气 谢太皇太后 王爷请 小心 别让茶水溢出来 是 月乐 你告诉我 怎么才能不让茶水溢出来呢 那些无法拿着 还要打 很不让茶水溢出来 这是 最后是个大王的 这是个链帐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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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傻丫头啊 多亏你身上没长毛 要是长了毛 比猴儿还精 没错 汉尘满尘 都是皇上的两只手 缺一不可 不可 满尘们置封目以打下天下 不得不犒劳他们 再说皇上还年一会儿 还不得不倚重他们 至于汉尘嘛 大家都明白 没有他们辅政 怎么能够管理好这个国家呢 现在有些满尘们想闹 那就让他们闹去吧 只要他们不过分 闹闹他们就会明白了 就凭他们几个人 怎么能够管理好汉人呢 你十几个汉字 读过几本汉书 不让汉人管理汉人 岂不是笑话吗 岳乐呀 所以咱们就得 心平气和地 端平这杯茶 岳乐明白 这杯中茶 是你和弗林苦心经营下来的江山哪 稍有不慎 这茶水就会出现 会溢出来 那样你们的心血 就会付诸东流 所以 我不但要你 把这杯茶端稳 还要你 安安稳稳地把它交到皇上手里 是啊 端稳一杯茶并不难 可是要端稳一个江山社稷 你能做到 而且必须做到 这么说 是不是我这个老太婆太不加情理了 岳勒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干嘛动不动就说要死啊 我不要你死 我要你开心地做事情 以后累了 就到我这儿来歇会儿 我有好茶上你喝 谢太皇太后 奴才梁九宫 求见老佛爷 怎么了 回老佛爷 万岁爷他 他 皇上加油 加油 皇上哥 加油啊 皇上哥哥加油啊 加油 加油 皇上 慢点 皇上哥哥 皇上哥哥 你没事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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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皇太后 好 定了 こう 再行 好 又吃了 给我拖出去 这 快 掌棍五十 罚放三宁 老婆爷饶命啊 老婆爷 还要你 好大的胆子 我都看见了 你竟敢骑到皇上的头上去了 给我拉出去斩了 老婆爷饶命啊 老婆爷饶命啊 我饭了 老婆爷饶命啊 老婆爷 是我教他们这么做的 与他们无关 皇上 我想请你闭嘴 回宫去 皇妈妈饶命 皇妈妈饶命 皇妈妈饶命啊 是我让他们把我打倒的 是我让他们 骑到我头上的 他们只是奉旨行事 根本无罪 你看看自己 还有没有皇上的目的 我早就告诉过你 做皇帝 就该有皇帝的模样 皇上的规矩 这就是度 所谓的度就是行有度 做有度 言有度 举之有度 什么度不度的 我不管 我就是这样 你以前是三阿哥 你可以是这样 可如今你是皇上 你是一国之君 当三阿哥时 我是爱心觉罗悬宴 当了皇帝 我张上爱心觉罗悬宴 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区别 区别就在于 你是三阿哥时 有错就在于你 现在你是皇上 有错就会嫁祸于别人 知道吗 那个小太监被掌棍五十 就是因为你无度 还有那个被杀头的 也是因为你无度 我不服 无度之君 甚于无道之皇 你会嫁祸于天下的你 什么是有度之君 成天摆着个脸 说话老气横秋的 不能高升 不能大象 这就是有度之君吗 好啊 这个皇帝我不做了 谁有度 让谁当去 反正这个皇位 也是你们逼我做的 我只想自由自在地活着 老夫一心 皇上 皇位之事岂是儿戏 不可再说 万万不可再说了 月乐 臣在 皇上明天上朝听政 我不去 我对听政没兴趣 从现在起 皇上的事情 我就不管了 我想请你帮我调教出一个 有皇上模样的皇上 如若他再有半点出格的事 那就请你提着你们全家人的脑袋 来见我 你干嘛又拿别人来压我 有本事自己调教啊 调教不好 让别人把你的脑袋砍掉算了 把皇上带下去 喳 万岁爷 来呀 我肯定会怕得很啊 我很怕呀 万岁爷 你别说了 咱走吧 老夫也息怒 这孩子从小就是这样的 你说东 他就止息 调教他 真是让我心力交错 还是那句话 走正了 他是一代明君 走歪了 他就 他会发现 不会走歪的 不是不会 而是 不能 月娥 你是长辈 也许你说的话他会听的 辛苦你了 请老夫爷放心 月娥自会努力劝解皇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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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皇上 臣俱忠 祝太后俘如东海 丁月祝太后 赦比南山 曹寅祝太后 祝太后老如松柏 俘寿无疆 好好好 来 大家都起来吧 来 到这儿来喝喝茶 吃点点心 再陪我聊聊天 过一会儿啊 我们一起去看戏 今天来唱戏的 可都是些明举呢 来吧 来 皇阿娘 儿子还要上课 还是先告退吧 今天 可是皇阿娘的大寿 所有的大臣 都来给额娘拜寿 你书房里的王师父 刚才也来过了 他说 你今天就不用去书房了 不如 就在额娘这里玩一天吧 皇阿娘 文学不能一日费 还是让孩儿告退吧 难得皇上这么好学不倦 那就请回吧 好 替你今次让他来 你会儿俩 你会儿 别人 有 你不费 我 你的 你最容易 你最困厅 哥哥 难道 天下所有的母亲 都是母姨子贵吗 不是的 我的母亲 是天下最温柔的人 她从不跟我唠叨 也不强迫我做任何事情 当我心烦的时候 她就会坐到我的身边 什么话也不说 只是默默地给我绣着荷包 虽然我们都不说话 但是 只要她坐在我旁边 我心里就有一种 特别舒服 特别踏实的感觉 我额娘也很温柔 而且呀 和我一样 也是个大美人呢 真的 你们的运气 怎么都这么好啊 姑且 就这样想她吧 我母亲 在我不到一岁的时候 就去世 我刚才说的 都是我想象的 你比我还好一点 我现在的额娘 是海曼的侧附近 有100%的 就像不一样的 来 还有 你 就让我这样想了吧 皇上驾到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吧 谢皇上 皇上 皇上 关于练响一事 奴才你指 自康熙二年始恢复明末练响数目 各省须家派征营共六百万两 限三个月内解诵进京 以充国库 作滇民守兵之用 钦辞 皇上 臣反对 废出明末练响 乃大清入关第一德政 不应再重政 皇上 国库充赢 是不该再征响扰民 皇上 征炼响只为了储粮养兵 这几年仗打少了 可这军响倒增加了 这不能服众嘛 仗是打得少了 可兵却多了 兵多 那是因为你们八旗子弟生养的太多 冥响的人就多了 所以让黎民百姓拿钱来供养你们 混账话 八旗子弟保江卫国 军乡是他们应得的 傲大人 现在天下太平战事不多 八旗兵已无用武之地 大都傅贤在家 而黎民百姓 却要着力抗水灾抗黄祸 才能烧得三餐 如此重负 你们还要给他们家负 这余礼不合 这没有什么余礼不合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可捐重负必然引起官兵民返 八旗缺粮八旗也会返 皇上 与其养富贤之兵 不如吞兵勿农 分地于兵让他们下天耕种 一来可以自食其力 二来可以节省国库开支 无扯 兵是兵农是农 你见过当兵的去种地吗 启奏皇上 雄大人之法乃两德之举 下官深以为然 什么两德之举 我看这是胡说八道 此法绝对可行 老大人之所以反对 只不过是维护你们满人的利益而已 你说什么 你说老富有私心 各位大人 我们就事论事都不要再吵了 老公 我给你讲 老公 你不认识 如果老公 你不认识 我罵你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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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那朕就随便说说 一阵看呢 既然国库不缺 就没必要再一辈地扰您了吧 再者说 已以辛劳之民 养一副贤之兵 这样 有点不大合适吧 皇上高见 微臣佩服 皇上高见 微臣佩服 那既然如此 所爱卿 此事就是扬办 好吗 这 皇上所言极是 皇上所言极是 那好吧 锦鞣兄这招果然厉害 就是攻其不备出奇之声 皇上 皇上小小年纪 胸襟广阔 不存成见 是啊 即后啊 肯定是一代明君 今后我等啊 定会扬眉吐妻啊 现在还颜值上早 毕竟皇上还没有亲政 俯臣诸批当权 偶尔为之还不能作书 你总是这等谨慎的 看他们那个得意的样子 这回冲着皇上 让他们一回 下次 皇上现在还太小了 还不太懂事 我们得想点办法 不能就这么忍了 对 得找个机会杀杀他们的锐气 得找个机会杀杀他们的锐气 何止要杀杀锐气 我们还要刀刀见血 过来 王爷辛苦了 先用点茶吧 这茶烫了点吧 奴才该死 奴才这就去换 这么烫手的茶 恐怕谁也断不稳 就是我也不例外 况且还要平平稳稳地 交到别人手里 王爷 既来之则安之 王爷何必自寻苦吃呢 要做到为莫不染 谈何容易 皇上年龄尚小 做事不计后果 老佛爷把这个烫手的热衫 要扔到我手里 他撒手不管了 我怎么去约束他 他是皇上 我能约束得了吗 更何况 现在满汉大臣 成天整斗 纠缠不清 我是站在哪边说话 都不合适啊 王爷 畏惧王侯 是两朝重臣 已是伏惠双休了 既然官到这么难行 不如激流永退 图个耳根清静呢 你是叫我回归故里 这满汉相争的事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老佛爷不管 皇上也不管 你这个义政王大臣 夹在中间 是两头不落好吗 李小伙子 如今朝中行事 如履薄濱如临深渊 少有差池便会国破家亡 这时候本王 怎么能退得出放得下啊 照王爷这么说 还真是没有办法了 阿玛额苗 明月 你回来 你这个丫头 怎么不知道回来看我呢 你知道我和你阿玛多想你 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 来 阿玛 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 是不是朝中多事 让阿玛操心了 没有 朝中的事情阿玛见多了 没什么了不起的 可是 见到我的乖女儿我就高兴 宫里怎么样 皇上怎么样 他呀还不是老样子 见到好玩的便玩 见到老佛爷呀便好 来 不过呢 他玩起来呀倒是挺用心的 刚才啊我们玩陀螺 他把我的弄坏了 就是不肯赔 我一生气呀 就找老佛爷请了嫁回来了 原来你不是想我们才回来的 好 阿玛当然想阿玛和额娘了 阿玛 你教阿玛玩陀螺吧 我一定要迎皇上一回 好 阿玛教你 不过 你得按阿玛教你的一切办 那当然了 我教你 你会找到别人 怎么了 中 我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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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皇帝哥哥 我赢了 怎么样 皇帝哥哥 你输了吧 输了怎么样 再来 怎么了 输了 这得听我的话 好好好 你要什么 是鱼鲁双方苏啊 还是雁明珠 这两样呀 我什么都不要 那你要什么 皇帝哥哥 你有没有想过 你是怎么输的 是呀 我还奇怪呢 只不过一天的功夫 你怎么就进步这么快呀 老实说 是不是又学什么新方法了 皇帝哥哥 你可知道 陀螺上宽下奸 要一粒锥制地 挺整个陀螺鱼不倒 得有多难啊 难得你说出这番大道理 继续 要它不倒 玩者就要好好把持 转之与君力 绝不能偏 就好像治国一样 事无权力 亦无权害 人有所长 亦有所短 要在计算厉害之多少 斟酌长短之所疑 内外协和 陆立一心 其国可安 天下可治 阿玛说 玩耍和治国一样 要用心做 专心做 才能做好 阿玛还说 不是不让你玩 只是要 多读点书 多看点奏折 多理点朝误 行了 阿玛阿玛的 烦不烦啊 阿玛说 现在的国家 就像个陀螺一样 只要用力烧片 便会倒下 不用力 在陀螺不战 也会倒下 所以要格外惊心 皇帝哥哥 别玩了 去读书看奏折吧 你真烦呢 知不知道 皇帝哥哥 你想让我怎么样 你希望我怎么样 让我做个好皇帝 让我为大清朝想 让我俯首贴耳 人云亦云 这些都是 他们要我做的 根本就不是 我想做的 我想要读书便读书 想要玩便玩 跟他们一点 坏死都没有 你别说小孩子脾气了 你长大了 应该学着做个好皇帝了 你真的很烦 以后干脆别叫你冰月了 叫你凡月好了 对 我就是叫凡月 我就是要把你烦死 哎呀 皇帝哥哥 你上哪儿去啊 你说话不算数 你说的听我的 万算爷极想 急什么想 烦死了 皇上 其实冰月也是好心 是为您着想的 被我着想 他不来烦我 就是被我着想了 烦月 皇帝哥哥 阿姆勒话 有什么不对啊 句句都是为你着想 所以我才花了 整整一个晚上 去备收他 你知道吗 是整整一个晚上啊 换了别人 我才不管呢 不知好歹 还说我烦 那又怎么样 以前我们不是玩得挺好的嘛 现在 现在你一会儿要我做这个 一会儿要我做那个 烦不烦呀你 你看你 就跟老佛爷一样 你 对 就这样子最像 保持啊 我再也不理你了 最好不过 乌尔根终于清静了 丁月 你看我干嘛 羡慕你呀 有什么好羡慕的 要是也有这么一个人 唠叨我 关心我 我怕是高兴还来不及呢 那正好 那我 就把梵月送给你了 以后他要是再烦 就让他烦你去 别来烦我 这样咱俩皆大欢喜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差点中了你的 调虎离山之计 什么计 想把我骑走 我才不上当呢 不是说我烦吗 好 我就烦到底了 以后我一天到晚烦你 一年到头都烦你 直到把你烦死为止 才不枉你给我起的 梵月这个虚名 老天爷呀 你干嘛这么惩罚我呀 不许玩 你就让我走吧 你快读书 我求求你了 皇帝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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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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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